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子有点自己跟自己较劲 但是其实他在场上还是有一定作用 就是真的认真打的话 控制好自己的犯规 包括刚才第二节末段那段时间 其实我相信这套小个阵容 其实平时在训练中或者实战中 也没有怎么演练过 新港国际的电队队流行分布高 第三点赞即将开始 下部场比赛开始了 各位欢迎回到咪咕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这场比赛当中来 看球的同时提醒大家 CBA全新黑科技5G云观众在云包校在咪咕视频APP主家上线 祝全国球迷畅响观赛乐趣 通过云观众功能与比赛现场连线 抢占现场大屏齐位 与全国各地球迷相聚现场为您的处队加油助威 用户即刻创建5G云包厢与好友观赛赶球两不五 对手 入队 员队也是有针对性 军事让大韩出来做掩护 因为你刘川青出不来 我没有 吹不吹犯规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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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军过来和刘川青说一下控制动作 只是叫停 没有吹犯规 就这儿先别动 就这儿等一下 大拼了 二拼了 天哥 不要说一下 你也别上去找对抗 这刘生作为晚辈来说 其实也应该和韩德琴打个招呼 前面的确他走是碰到了韩德琴 是 加当斯 真是踩着烽火轮上去的 这两边都是利用自己 在进攻端中 对方的大个 这移动上的这些漏洞去打 以往呢 朱镕镇犯规控制好 我们看这个下边就高勺 这个今年的CBA第一高度2米25 这个以往呢 朱镕镇控制好犯规 韩德琴还敢做一些大演舞 就是我体力第一个有保证 第二个我犯规次数呢 压力不太大 今天朱镕镇状态不好 上来呢不能够符合教练员的要求 那韩德琴这边就很难在场上 自如地施展这些 看一下韩德琴 这一下出来了 真不好打 打手犯规 这个球不会升格 刚才这下长传距离横跨四分之三半场 对 这就是亚当斯的一个出球能力 你看这球还是传的非常的输入 是 这球其实 说实话 没要打的还是相对干净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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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更早的通知到运动员 那么在今天下午呢 CBA联赛公司的总经理张雄先生 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一点 讲到其实这个赛季 原来是准备退休的 但是杨敏也是非常热情的和 讲到联系了一下 是 杨敏上个赛季之前很长时间 是在另一家播出平台的 这个辽宁专场演播室里面 做转播嘉宾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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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 OJ 运力真好 运力真的是 这一位背身的动作的使用 嗯 炉火成心 是 那些动作上 确实是有点可比的那个感觉 好球 亚当斯 相比较身体机能退化的 OJ 运力真好 亚当斯 在场上还是 完全是年轻人士打法啊 我能拉杆 绝不简单舔拉啊 这一下 亚当斯的意思呢 是辽宁的队员碰球了 所以我不会 会传得如此的离谱啊 那么裁判员这边要确认一下 汪梅最后是把球权给到了青岛队 这边这边这边 没碰没碰 哎 哎 哎 没碰了 没碰了 先 碰好了 改变入线的车 好像没碰了 这球好像没碰哎 对 我们这个角度看好像没碰哎 不是 这边胡吉要和汪梅交流一下 球权给到了辽宁队球权 应该是没碰哎 我们这个角度感觉是没碰 亚当斯的球是为了躲韩德军 对 而且自己是一个起跳的情况下 他就是感觉没有 打得有点太累了 嗯 他这么打下去打到第四节 他不一定还有力气 是 口球 哇 今天杨静萌真是冲击队员 一上来就感觉杨静萌 今天的比赛状态和近日比赛的状态 非常的好 非常的快 今天杨静萌这个点呢 突然爆发出来 确实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因为这个点呢 杨静萌我们说 他是球队的一个重要的 龙幻队员啊 经常打先发 但是他不是这个队的核心队员 杨静萌也是广东队培养出来的后卫队员啊 没错 当然啊 今天看到较静队格外兴奋 可能也有原因 因为杨静萌是沈阳人啊 这个看到较静队来 让你们当初不要我 哈哈哈 好球啊 大汗跟进扣一个漂亮 尔提大wach 不然 没错 不然 他说 没有 啊 去 pare 就是 就是 这个换了 这个换了 这不一样吗 这个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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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老队赵泰龙在上面 又断一个 今天刘传星断好几个了 雅当斯真的是每个球拿了就是干 他拿着球很简单 我第一时间先看队友 没有机会我自己冲 但是这球难度非常高啊 但是面对韩德军的情况下 还打成了一次犯规 是 他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是和自己在较劲 对 作为CBA总决赛的MVP 被新疆队可以说是 放弃了 放弃了 是 他当时和李秋平教练的关系 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雅当斯他打球的风格就是这个 你按不住他 这个 往往是事情改变人 人往往改变不了事情了 教练人想改变运动员比较难了 对 但是来到青岛队之后 吴青龙公主导还是给了他 更多的这种 对于球的一些处理权 这么说 青岛队和新疆队对于球队的定位也不一样 对内的环境也不一样 新疆队的 他需要你这个外援能够带领我上升一个层次 而青岛队需要外援呢 你帮我拖底 对吧 就是有你在 我差不多能够维持在前十名这样一个成绩 这是没问题的 青岛队去年进了前八了 第十第二号成绩 最后这一下手 亚当斯呢在叫走步 但裁判员这个事很明显是给了防守犯规 0.3秒 防守犯规 听到的队员在最后时刻失去了防守的内心和控制力 勺英伦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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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刘川星出不来 对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 没要这么打下去之后 到了第四节 还有没有同样的体力 是 你现在等于是把这个仓底油给拿出来了 那第四节怎么办 勺英伦再上来 辽宁队这个赛季呢 杨明指导上任之后 有意识的在改变他短容换 这样一个多年的一个容换的习惯 再变成长容换 但长容换呢 我们说问题只能一步一步解决 你先把短容换打成长容换 但进攻段还是打得非常不错的23分 嗯 全场最高的得分 是 勉勾的也许不错 是 武晨 是 从头一直在给到怪伦 杨明队这一节 你在比分差距刚才最大的时候将近10分 刘传星 好球 好球 叶首棋 四分 亚当斯呢 他的习惯是欲强手 这些亚当斯打得有 不如我刚才被梁宁队下来又是一个集结的反击 是 亚当斯 大汗 守住三秒区 防复不错 但是呢 亚当斯这下中距离完成球 个人能力 个人能力 美国小哥后卫标准性的到了内线之后的几种抛头技术 北奥 篮板球 吹谁犯规 吴昌泽犯规吗 吹吴昌泽犯规 抢的有一些太 太大了 櫻木 辽宁球迷 号称他是当年青年队的櫻木 今年也是刚刚上一队 但是他投篮的摄程要比樱木远 晚年樱木 后期樱木 对吧 后期樱木中投吧 他不能投三分啊 你说樱木那是高中生吗 对吧 人家现在21岁了 高级高达 漂亮 珍惜刘传星在场上的体能 刘传星因为第二节的后半段在场上打的时间也比较久 再打一会刘传星可能要调整了 超级伟 好球 机会 变手棋能投进吗 还是差一些 浪球啊 这真是樱木啊 但是没有能够造成犯规 最后应该是打在了辽宁队一队上 无极的第一反应是给了 给了青岛队的出界 辽宁队球权 所谓落后一方的辽宁队来说 这这么好的大空位机会出来还是要尽量的把握住 要能把握住 对 尤星龙指导也是辽宁队 是 辽宁队 当年辽宁队的三个火枪手 今天在现场有两个 吴清龙指导 另外一个是对面的助理教练 吴奈群 还有打二侧 这边稍微 这边对吧 还有一位是现在等空位的助理教练 李小勇 所以他别走 他红尾 你去一ück 你去一升 你去一横 你去一横 只要一横 你去一横 你看到铁尾 这个位置 来看一下 今天亚当斯的个人单打集结 真不出球 但是呢 他那下有几球的出呢 出来就助攻 他的命中率要相比能量来说更低一些 17投6中 担子也不一样 对吧 球在他手上 17中6 罚球9中7 就是开场 那次围体两个罚球没中 还是梁军队的球权 因为一直是处于一个落后的情况 所以 赵继维啊 他就觉得不开能下 是 赵继维中距离 还是不中 运气 赵继维的中距离跳动其实是非常有把握 对 梁冬斯 邵英伦 机会 赵太龙 这也是他的点 这一场没投进 篮球 集体篮板保护下来 这段时间就是辽宁队在保护后场篮板球这反正包括第二阶后半段我提到的 这种集体篮板球 这是我现在我不要快攻但是我把后场篮板守下来 没错 先保证不让你有非常轻松的二次进攻的机会 是 边角 现在这个防守问题就是一旦亚当斯拿球之后至少有两个人要去对他做一些照顾 刚才这两个赵太龙的机会都是绝对机会 投不进呢 是小概率事件 所以辽宁队呢 还是要小心 刚才这两个三分进一个 现在等于又是往十分去了 赵达大 错别进攻 没有太好的机会 咽 咽手齐这么攻啊 哇 好球 投进了 不让你先抢 往这抢着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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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兴的演出 再转边角 赵太龙这边要给刘传兴打大寒吗 不是吧 赵太龙 第三次出手 哎 这一下吹了咽手气打手犯规 包括他的防守选位也有一些问题 在对方突到内线的时候 其实 突到底线的时候 你更多的应该去看一下 在你这一边 二三 作为二三联防的球员 嗯 他反而是往中间去收了 是 这球传出来之后就失位了 这就因为 OJ梅奥呢 已经往中间收了 对 你这个位置应该保护一下 OJ梅奥的身前这位置 对 而且 犯规之后 赵太龙直接三次发球上后 发三次 嗯 这不应该 这年轻 年轻学员有的时候其实就这样 刚在 防守端 刚在进攻端打了一个好球 嗯 在防守端就会出现一些失误 其实也是 就是尺度掌握不好 对吧 对吧 你在兴奋 和过击当中 这两个尺度 其实你不太好掌握 而且的确这 这段时间 赵太龙手感也一般 你都突了那么大 对 赵太龙三伐权中 青岛队呢 换回张成宇 OJ 机会 赵基伟 突破分球 面首级 再给 又要丢 目前 OJ梅奥救回来 被盖到喽 梅奥这球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险些事物 利用自己 极其强的这种 对球的这种感觉 是 这个也算finger run 对吧 好球 韩德军的蓝底二次进攻 今天的青岛队在场上分引 差距也一直没有拉开啊 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的把差距 拉开到两位处 卢传星 到蓝底 吴昌泽又一个犯规 对 对 对 我其实裁判应该多看一下 多注意一下刘传星在内线的时间 嗯 他在内线 盖房子其实盖的挺多了 是 其实 带的时间的确有一些长的 上半场比赛 吹过他一个三秒 对 这种球呢 刘传星确实不能犹豫 拿了就必须得攻了 不攻 肯定要吹三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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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没有有点嫩 包括这段时间 韩特军在场上空跑的概率比较多 三分钟就 小心吹技术犯规 进球之后持球 做一次警告 下一次技术犯规了 这个警告 不只针对一个队员有效 而是针对全队队员有效 又把大汗换下 看来这场比赛中是不准备用了 现在在场上 辽宁队又是一个死亡五小 吴昌泽打五 张震霖打四 出队网 出队 上队位 队位 拿一颗球 好吃力 上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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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琳有机会这是他的点啊 他的正面三分是不错的 我们已经形成错位了 团形一旦队友没有传的意思先出来 张成宇 这打了有点太难了 因为对方虽然说是一个四号位 但是其实他的移动能力还是比较长 张正琳的移动能力还是比较强 而且你打到这下你没有速度 速度降下来你跟他怎么打 胡昌泽 张正琳 张正琳这个机会应该把握的 球前面可以传了 但亚章斯呢 最后一下再传 张成宇有距离打进 亚章斯真是美球必摔啊 他的每场比赛其实摔的次数真的不少 真是这运动能力身体真好 你别看他还真不太受伤 他还真不太受伤 OJ 再传赵基伟 骗了 这些时候 这些时候可能在体力上有所下降之后 这种机会球的把握 嗯 赵基伟要休息一下 赵基伟OJ没有两个必须休息一个嘛 对吧 对面也让亚章斯休息一下 让刘传星也休息一下 换上林伟汉和斯蒂马克 对面赵基伟先休息 刘志轩上来 刘志轩和OJ没要两个人打后船 大家验手齐 哎进攻犯规 好 林伟汉想对抗一下 这往外弹接球啊 这林伟汉和对面 体重差太多了 张哲林 OJ没有 这就是齐立 最近看来OJ要打满 骑马克 低位 不协防的话 这一下 他在低位打 张哲林不好防他 对体重差很多 还好 底线队友有协防之后呢 集体防守 把球盖出去了 再看一下 往下线转 che fe 最后一人 ここ MAROULD 张承宇昔雪要自己来 张承宇军击觸手笔不高啊 这种球少攻 말 欧阵梅奥转换进攻当中 先造成杨金萌的犯规 欧阵梅奥这个赛季场均也就是打不到27分钟 今天这个比赛欧阵梅奥歇不了 打到现在欧阵梅奥已经打了32分钟 还有第四节呢 打三分张成宇再给斯蒂马克 斯蒂马克怕被造带球撞人 把球分出来了 林伟汉的大腿后侧肌群似乎是被顶了一下 对大腿肌群顶在对面的膝盖上面 人队再换一下验手棋 没法走下去 战速走不下去 从一程那这样的话 是让梅奥直接打到一 对 你这样看呢 今年你把高石岩放出去 你固然是补了一个朱镕镇 但是你在后卫线上面 那压力一下子就大了 林伟汉 第二阀没中 但是让对面斯蒂马克抢一进攻篮板 变相这点 效果是一样 干扰到了 张震灵 漂亮 转到边角 烧英伦 这一下在篮底 险阶又让斯蒂马克抢到进攻篮板 有一些犯规的险子 打最后第三阶的一攻 12秒钟 张震灵 右侧挡开 往外弹 边角 看看机会 这个球其实是一个犯规啊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三加一啊 赵云伦最后的防守动作不太冷静 第三阶比赛 那第三阶比赛打完最后这一下吴昌泽三分球投进了这三分球投进之后一下子把两个队分叉又给拉回来了 今天的前三节比赛结束 两队打到现在难分胜败 这场比赛青岛队在没有怪轮的辽宁队面前 目前三节打完是69平